在广州春节有逛花街的习俗 广州栗湾区还有独特的水上花市 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逛花街 赏乐剧感受浓浓的年味 这句话是说广州人要逛过花街才算过了年 在广州的栗湾湖公园 岭南地区独有的水上花市重现 今天我也要重走这条花路 广州人过年买花都是非常讲寓意的 这每一盆鲜花它代表的寓意和祝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也是根据新年的愿望来购买年花 比如说像我呀我就喜欢这个一品红 因为它代表新的一年可以红红火火 我准备买桃花希望明年大展红图 沿着水路一路向上就来到了这条河冲边 在这里可以看上一场乐剧 这个也是广州人的春节必不可少的一个节目 现在在台上正在表演的这些演员 他们大多都是来自民间的取友 大家聚在一起切磋记忆传承文化 赏花赏乐剧 花香伴情音 广州人的春节是追求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收获